什么植物变成了凶猫无比的烈食者 什么植物能够承载数百斤的重量 什么植物有着上万年的寿命 八级系列片探秘新发现第五集 水中绿巨人走遍中国正在播出 观众朋友您好 欢迎收看本期的走遍中国 相信有不少朋友都玩过植物大战僵尸这个游戏 在这个游戏当中给我印象最深的 就是那些具有不同本领的神奇的小植物 其中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有一种植物 它张开大嘴就可以直接把敌人吃掉 那么在现实世界当中 有没有这种本领高强的神奇的植物呢 你看我手里现在拿的这个植物 它叫做猪笼草 现在很多朋友家里头都爱养这种植物 原因不仅是因为它外观奇特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它可以吃虫子 其实我们也知道草本植物 它是属于食物链的最底端的 也就是被食用被消费的一方 但是就有一类特别的草本植物 它打破了食物链的规律 成为了消费者 也就是食虫植物 它们看上去温柔美丽 但其实却是危险而凶猛的杀手 随着中国的生态建设 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 我们走遍中国设置组 也走进了全球三大生态系统之一 有着地球之甚美誉的湿地 将镜头对准了那些神奇而强大的植物 这其中最令我们感到好奇的便是食虫植物 食虫植物也叫食肉植物 捕虫草 是一种会捕获并消化动物而获得营养的自养性植物 其大部分猎物为昆虫和节肢动物 目前世界上发现并确定具有食虫性的植物 有数百种 毛高菜 梨藻 布营草 都是生活在湿地里比较典型的食虫植物类型 在湖北山东架的崇山峻岭中 有块36平方公里的山间盘地 这块分布着九个湖泊的湿地 就叫大九湖 在大九湖的一次拍摄中 我们傲然发现 有一只像蜜蜂一样的昆虫 依偎在一株粉红色的花蕊中 如醉如痴的久久不肯离去 然而事实上 这种甜蜜的花蕊 正是小虫难以逃脱的葬身之地 这个就是原野毛高菜 吸引小昆虫过来 又捕它们 吃虫子的 对对 那它怎么吃呢 它这个首先是一种红色的颜色 它会吸引它过来 让那个昆虫物以为这是一个一朵花什么的 然后一旦它踩上来之后了 这上面那个小树树上面的这个粘叶 它就会把它粘在上面 然后把它粘住之后了 这个叶片的话 就会慢慢的卷回去 把它裹在里面 通过微距镜头我们发现 毛高菜分泌出的这种粘叶 有着非常大的粘性 昆虫一旦碰上 粘在上面 就休想再逃脱 石虫植物的根 金 叶和花 与其他植物相比 并没有什么特别不同的地方 它们可以捕捉和烈士昆虫的秘密武器 就是它们的捕虫器 所谓捕虫器 就是这种植物叶的变态 形式也多种多样 在大九湖湿地的水下 我们还见到了另外一种石虫植物 黄花梨藻 它的捕虫器不仅小巧精致 而且捕烈的速度也快得惊人 机关在哪呢 你看这个 它的小分析这种 中间这种小的 这种小圆 小圆的 看不清楚 看不清楚 它这个就是它的捕虫器 我这里有个放大镜 你看这边 看到没 也是感觉很乱的 都是树枝似的 这里有一个圆的 在那个小枝中间 它这就是它的捕虫器 它在捕虫的时候 它里面是一种 相当于差不多是一种真空状态 如果有小虫子靠近它的时候 它就把它打开 然后就千分之一秒的时间 就可以把那个小虫子吸进去 它只要吸一些浮游动物 还有一些 比如说一些蚊虫的幼虫在里面 在高速摄影技术的帮助下 我们得以用肉眼 观察到千分之一秒的速度下 黄花里枣是如何捕食猎物的 让我们放慢速度 再仔细看一遍 速度依然是快得惊人 那只小小的虫子 还没有来得及反应 就已经成为 花花里枣的囊中美食了 而当小虫被捉住以后 捕虫器内的线体 还会分泌出消化液 它含有分解蛋白质的蛋白酶 使虫子被消化解体 从而被植物吃掉 植物有根 精 叶 不仅可以通过叶子 进行光合作用 还可以通过根 吸收土壤中的水分和养分 也就是说 它完全可以依靠 自己制造的养料生活下去 那么既然如此 食虫植物又为什么要捕食昆虫呢 像这种食虫植物 一般大多数都分布在那种 非常平级的那种 还是三性沼泽中 通常这些植物的话 它就没有办法去吸收足够的营养 来提供它的生长 然后这些植物 就是在这种比较苛刻的环境中 进化出这种扑虫的本领 为了生存看上去很柔弱的小草 就磨练出了这么强大的生存本领 这确实是让我们感到惊讶 但是在这个湿地里头 有着神奇本领的植物 还远远不止这些 你看我们的大屏幕 这几张照片 是一个摄影师 在腾冲北海湿地拍摄的 当时摄影师是根据光线的变化 拍了十多张湿地的湖面照片 但是回家之后 他整理照片的时候 却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 你看就像现在我们看到的这样 他感觉这个湿地当中的小岛 动起来了 那么这到底是一个 什么样神奇的小岛 又为什么会移动呢 唐冲北海湿地保护区 面积仅有16.29平方公里 水面上被大片漂浮的草垫所覆盖 据说湿地在成为保护区之前 当地人经常会从草垫上 搁下一块草牌当作小船 用它运秧苗 在上面打猪草 划着它在湖面上来来回回 是生活当中最寻常的事情 我们在湿地采访拍摄期间 正好赶上村民康洪年 要为科普宣传活动 割下一块草牌 你用的着这么长吗 你草牌得多厚啊 因为那个草垫 它的厚度不一定 有的有50公分 60公分 80公分 最后的一米多 所以你看一下 豆上这么一件挂 所以搁起来很神经 凭你的经验 能感觉出来吗 60公分左右 60公分左右 算厚的了是吗 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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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真锋利 60公分了 真切到 我不知道 这一块楼多大呀 三个多平方 三个多平方 这就是想把它撑开了 是吗 把他撑开 对 现在就是 现在把它撑开 不会很费劲啊 哇 又一块标普的小岛 我可以上去体验一下吗 可以啊 这些你可以上去 哎呀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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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快快 上 再回 哎呀 那个位置 那个位置 再过来一点 那个位置 站在这 这就把我撑开 是吗 这么小的一块 是不是只能占一个呀 对 这块只能占一个人 嗯 那个皮包是不是给我呀 是 爸 怎么滑 就像滑船一样吗 对对 吹那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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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走了 哎 对对对 哎 哎 哎 这个风浆吹过来了 我根本 这个水倒 也就这个蓝天白 感觉自己站在云端一样 也有点像在飞 康虎年告诉我们 由于草店有着巨大的福利 因而 它的神奇功能还有很多 在他们这里曾经流行的一种古老的捕鱼方法 名叫鱼往锅里跳 意思是不仅用任何捕鱼工具 在草店上徒手就可以捕后 这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捕鱼方法呢 汤虎年和他的几个同伴 为我们掩饰了起来 这是先打个洞是吗 这个多厚啊 哇 这么厚的草链 有七八十公分吧 这个 嗯 差不多吧 这么厚 这个就慢起来了 这能见掉吗 这能见掉吗 这能见掉 哇 这也没见掉 这很正啊 这水 那现在我们怎么捕鱼呢 站过来一件就知道了啊 我去这个坑里面来 我一起来是吗 对 我一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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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然后就这样 不停的这样颠 这个鱼它自己就上来了吗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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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慢起来 慢起来 水慢起来就有鱼过来 哪呢 我怎么看不到 那水有点浑 看不清 你们能看到吗 有吗 水太深了 水太深了 对 对 对 你们以前也是这样抓鱼的吗 是的 以前的鱼挺大的 因为现在的话 你过去的话捕鱼太 捕得太厉害了 哦 以前捕得太厉害了 所以现在这么大的鱼少 哦 我就捕得太厉害了 现在捕鱼少了 有于多年的过度捕捞 如今当地人 已经很难用这种方法 捕捉到鱼了 遗憾之余 我们也不禁产生了一些疑问 为什么这些草垫 可以浮在水面上 而不是扎根在泥土里呢 它们最初又是如何 依附在水面上生长的呢 这个草牌 它这个究竟是怎么形成的呢 那你看一看 周围的有什么特别 周围不都是山吗 你看它周围的山 它都是火山 这个火山跟这个草牌 形成有什么关系吗 这上面的草 你看一下很普通 其实它跟其他地方的 形成其实是不一样的 它是有火 大量的火山会漂浮在水面 也大量的有机者 从而在水面上 构成了一个机者 植物在上面生长后 从而形成了 现在你们看到的 能够漂浮在水面上的 浮在行沼泽石地 这就是我们这个石地 其他石地不同的地方 最具特色的地方 也就是它能够说 漂浮在水面上 其实最早的话 它湖面上全是一层火山灰 对 然后植物就在火山灰上面生长的 对对对 你看它漂在水面上 是一层可能在一米 一米多 但是下面 它还有五米深的浸水 最深是可能有十米深的浸水 云南唐冲 是中国与缅甸接壤的边陲小城 地处地中海 喜马拉雅 东南亚火山带上 境内共有六十八处火山 整个县城 处于火山群的包围之中 北海湿地 则是由火山喷发之后 熔岩堵塞 而形成的高原湖泊 大量的火山灰飘落在湖面 一些植物的种子落在上面 靠火山灰丰富的养分生长起来 由于湖水最深可达十六米 而湖面上植物的根达不到这样的深度 为了适应生存环境 这种深入到水下的根系 相互缠绕盘结 一起腐烂碳化 为下一次种子的发芽奠定基础 今年来月不知多少轮回 最终形成几十厘米 甚至两米多厚的草垫 漂浮于水面 这种浮毯形沼泽草垫 是目前在高原湖泊中发现的极为特殊的类型 它成就了腾冲北海湿地独特的风景 在腾冲北海湿地要形成这么厚的沼泽草垫 到底需要多少年的积累 我们不得而知 但是可以肯定的是 这一定是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 那么同样需要漫长时间积累 才能够形成的还有一种沼泽植物 它生长在中国东北地区的湿地当中 据说这种植物 它年龄最小的也有几百岁 能这么长寿的到底是什么样的植物呢 2013年8月 我们左边中国设置组来到复井国家湿地公园 复井国家湿地公园 位于黑龙江省三江平原腹地 总面积2200公顷 在这里有一种被称作地质活化时的珍贵植物 名叫塔头台草 当地人称塔墩子 据说最古老的塔头台草 有十万年的历史 这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植物活化石 又到底长什么样呢 我们决定深入石地一探究竟 与我们一同进入石地的马塔 是新西兰的石地专家 每年夏天都要来附近进行石地植被监测 这些石地深处的塔头台草 便是它监测工作中的重中之重 此时争承植三江平原的雨季 石地里被洪水淹没的草滩又石又滑 踩在上面连掌握平衡都十分困难 稍有不慎就可能滑倒 随着我们逐渐接近石地的深处 水位也在不断的上涨 现在这个水的高度已经到达我的这个极限了 然后我身后这些呢全部都是塔头台草 马塔告诉我说今年的这个降雨量非常的大 所以说是塔头草全部淹没在水的最下面了 我现在大概用脚能感觉到 这个一个个和一个个小山丘一样子的这个塔头草 全是在这下面 我发现了一个比较高一点的这个 给大家展示一下 现在我的高度是到这 已经马上把我的衣服就淹没 要淹没我的衣服了 我现在站到这个塔头草黑上去 现在水到了我的这个部位 大概这个水的高度有这么高 这个墩子是由于这个库洛物在这个水下分解积累 形成的这么一个这个墩子 塔头墩子 而且这塔头墩子每年增长的距离也就是一年一毫米 一年只长一毫米 一毫米 这个就是这个塔头 它是复始的生长 死亡 腐烂 堆积 历经数百年 甚至上万年才形成的 然而 在这奇妖神的水中 我们根本无法近距离观察塔头台草的内部结构 那么 塔头台草是不是附近师弟所独有的一种植物呢 在其他地方 还能不能找到这种塔头台草呢 刚才我们在节目当中看到的这片湿地 它的水位非常的高 脚踩在上面不仅是湿滑 而且会高低不平 甚至还可能会陷入到泥沼当中 所以在这里呢 我们要提醒大家 遇到这样的环境的时候 一定不能随便的往里走 因为这种湿地沼泽 它非常的危险 要万分的小心 那么除了附近湿地 在中国的其他地方 还能不能找到塔头台草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大屏幕 这上面呢 是一张简易的地图 我们节目当中所展现的这个附近湿地 大家可以看 就在这个黑龙江省的加牧斯市的位置 那么再往东 还有一块湿地 就叫做三江湿地 2013年 我们的设置组在那里 也发现了塔头台草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 是中国最大的湿地 三江湿地 现在的时间呢 是凌晨的2点35分 再过几分钟的时间 就在我身后 中国第一缕的日出将缓缓的升起 当太阳从三江湿地的地平线上 缓缓升起的时候 美丽中国就迎来了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三江湿地位于中国陆地版图的最东端 所有中国东籍之城 它的面积广袤 仅国家集自然保护区的面积 就将近2000平方公里 在三江湿地 有大面积的台草沼泽 走进去一看 塔头台草就在脚下 我把这个塔头给你割开 你看一下 它内部结构 行 不会对它造成破坏 没有 那像这样的一个塔图 对我们的湿地 有什么样的保护价值和意义呢 它有含氧水源 这个氯化水质 吸纳洪水 这样的一个作用 它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 这就是全部的是草的根系 是整个是连在一起的 是 它是一个一个的 还有非常的 这个草味非常的重 对 它这个特别紧 是 慢一点 实际上 这个根系这里面没有多少土 它是土壤 它是在下面 它吸水中的养分 然后过滤掉水中的杂质 一些有机物质通过它吸收掉 过滤 净化 吸收一些的污染物质 我感觉它里面的含水量非常丰富 看我扭一下 就像毛巾一样 它的水就往下吸 它就像海绵一样 这一个个看似平常的草墩子 就是整片湿地来以生存的重要根系 如果一旦遭到破坏 甚至会引发一种奇特的地质灾害 壁火 壁火 顾名思义 就是燃烧在土壤之下的火 我们的记者在当地了解到 当年有的着火层 甚至在地下数十米深 并且这种地火 有时候一着 甚至是几年都不灭 表层看上去毫无异样的土地上 却冒出滚滚浓烟 有的耕地着了地火以后 在地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 庄稼却全部被烤焦了 那么 这种诡异的地火 究竟是如何产生的呢 它跟湿地里的塔头台草之间 又有什么关系呢 在附近湿地管理局的科技馆里 马塔向我们揭示了地火的长荫 原来湿地里的塔头台草 能吸收大气中的二氧化碳 并以固体碳的形式保存在根部 这经年累月的沉积 使得塔头台草周围土壤的碳层 能深达数十米 当冬季湿地枯水气到来时 表层干涸的塔头一旦遭到破坏 其土壤内部的碳层 就会很容易因为失去保护 而自然产生地火 正如我们节目当中所展示的那样 看上去很普通的一种草本植物 却对这片湿地乃至整个自然生态系统 都有着非常巨大的影响 而如今呢 我们的生态环境应该说比较脆弱 一旦遭到干扰和破坏 想要再恢复和重建 所需要付出的代价 我想是无法估量的 那就让我们树立尊重自然 顺应自然 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 共同珍惜爱护我们身边的 每一片绿色 每一棵小草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 感谢您的收看 再见 无论